我国医疗开支从2010年到2016年几乎翻倍 达到210亿元 同期政府的医疗护理开支更是增加了1.4倍 总数为93亿元 为此卫生部长严金勇强调 五国医疗护理体系必须改革转型 确保国人享有高品质 且可负担得起的医疗护理服务 卫生部长严金勇在国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说 政府医疗开支大增的主要原因 是政府直接提供给国人的医疗津贴上涨超过一倍 但目前的开支增幅不可持续 医疗系统必须继续转型 政府也需改善资助医疗开支的方式 卫生部去年就成立了医疗护理转型署 同业界伙伴合作设计创新护理方式 例如在亚历山大医院实行的综合护理模式 就让4000名病患受惠 此外政府也着手协助业者提供以价值为基础的医疗护理 确保业者能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为国人提供有效和可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而随着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医疗保健需求增加 看护者负担也加重 部长也指出 近年来患上糖尿病 高血压和高血脂的本地居民不断增加 除了人口老龄化 国人也需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才能活得更加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